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 建大盘大跌 那我昨天的标题 就跟今天一样都没改变 那今天是往下重挫了 这一个礼拜 大盘总共跌了489点 那上礼拜这几天 像昨天我跟大家谈什么 我谈来谈去我昨天 大概就只有这几张图 我一直在重复跟大家谈这个重点 第一个新台币往上贬值了 因为什么 因为美元往上升值对不对 这都是昨天 然后外资在这里开始卖超了 那外资卖超你为什么要小心 因为外资呢 它是一只大牛 它如果操作一个方向有改变的话呢 它通常都会有持续性 什么叫持续性 外资在这里卖呢 它是不是一路卖 它在这里买 它是不是一路买 那10月初这里呢 它开始卖 所以你要有什么 要有紧接薪嘛 这第一个 然后你有紧接薪以后呢 你又看到美元升值 台币贬值 台币看新台币贬值呢 很多人都会看 但是不晓得去看重点 它在这个地方呢 当美元升值以后 你会发现 这两个是有时差的 美元先往上走 大概delay个几天 然后10月初开始呢 台币贬值 那台币贬值代表什么 代表外资它有汇出的迹象 那外资如果汇出的话 那你再搭配 外资在月初 在这里开始在卖 所以呢 台子期是不是偏空操作 你是不是要去布局空单 那今天一次大跌250点 你是不是可以赚到钱 那今天要不要回补 今天低档呢 随便回补 都可以赚到200点 那下礼拜要怎么操作 我们等一下一个一个跟大家谈 我们先跟大家谈一下呢 我昨天跟大家提示的 年线在这里 这是昨天 我说年线它扣底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 如果年线跌破的话 年线方向向下的话 操作呢 你就要更小心 那结果呢 今天年线向下了 而且外资持续的卖超 台币呢 也持续的贬值 所以呢 大盘 今天跌200多点嘛 那所以这个礼拜 10月初的时候 你如果了解这些筹码 你的心思够细腻的话呢 你今天 是印证了 那我昨天也跟大家谈到呢 台子旗 这次都是昨天 昨天星期四 昨天跟大家谈到什么 画了很多圈圈 都是在偏空操作 今天一开盘 是不是马上中错 这一跌 跌多少 跌250点嘛 那这里偏空操作 你随便补 都可以赚到200点啦 那这里底下往下跌 这里多少人 这是断头嘛 这是因为你不够补钱 或者让它断 对 这断头 断头有这一断多少 如果你昨天算 起码250点嘛 那你如果从上礼拜一 这个礼拜一开始算呢 三四百点有 那今天尾盘要怎么看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台子旗目前来讲呢 今天跌到这里 跌到之前最近六个月的一个低点 对不对 那下礼拜 下礼拜还会不会继续跌 我说会不会继续的取决在外资 外资呢 他决定整个台子旗的方向 他在这里先布空单 然后往下杀 对不对 那今天有没有回补 今天卖压减轻了 他还没有回补 不过呢 我是建议会员在这个地方先做回补了 也就是说台子旗目前 我们目前全部平仓 那下礼拜重庆开始操作 那我希望呢 你台子旗的部分操作不顺利的 我们招收中 那我基本上呢 台子旗我每一天都会稍微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谈 那重点是什么 台子旗是随着大盘在走嘛 那大盘你如果抓得住 你如果抓得住方向 很自然的台子旗你就不太容易赔钱 那我们再看一下呢 台子旗今天 台币今天呢 这是今天 刚刚讲的都是昨天 今天呢 它持续的持续的贬值 它贬值代表什么 法人资金的流向嘛 代表外资 它资金有没有流出台湾 所以这个指标相当重要 它往上贬值了 那你再搭配 大盘这里往下跌 对不对 外资在卖超 所以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标题写什么 我昨天也是这样写嘛 标题都没改变 你要盯住新台币 不是一天每一天都在讲 我之前讲什么 大区间操作嘛 那是因为新台币没有问题 那10月初这个礼拜 新台币出问题以后 这个地方 当每个人都在讲多的时候 我开始慢慢偏空了 对不对 因为我看到新台币 我看到法人的筹码 那现阶段呢 我们来看一看筹码 我说外资它有惯性 它如果卖 你要去观察 它会像这个地方一样 它一卖都连续卖 一买都连续买 对不对 这个叫惯性 那目前这个礼拜 它在卖 它今天呢 卖超减少 但是也卖超大概68亿 所以你要继续观察外资 因为它这个礼拜 刚刚才开始卖 它会延续卖一整个月 这是第一点 那另外一点就是融资 这是比较好的 融资在这里往下减 对不对 今天星期五 我相信融资一定会 大幅度的减少 那所以这个地方 我要跟大家谈什么 我要跟大家谈 还是个股表现 那你要选择什么 选择外资 没有卖超的股票 融资在低档的股票 融资在低档 外资没有卖超的个股 我现在讲个股 个股它一样有足底的机会 足底向上的机会 这是目前操作上 我们把台子旗 大盘还有个股 我们分开来谈 那为什么分开来谈 因为这里往下跌 大部分是全资股 不是所有股票都在跌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讲逸华电 逸华电从大盘 从这个地方 从八月中开始 我一直谈谈到 现在大盘破底了 逸华电今天有没有跌 它今天没有跌 八月中在这里 九月 现在十月初 它今天还留下影线 八月在这里 九月 十月初 破底 对不对 所以我说跟大家谈 你要去选择什么样的股票 选择已经足底的股票 筹码稳定的股票 而不是去选择 看起来成长的股票 但是筹码不稳定 我一直跟大家提到 操作上你要选择什么 你不能只看基本面成长 你要先看底部 它是不是在低档期 低位阶的股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要看筹码有没有稳定 这个筹码稳不稳定 很简单 你这里一挡住 这里量都收掉了 怎么会不稳定 这里往上涨是上涨的量 然后这里量又收掉 是不是很好买 那上去你就做教 所以第一个 你要选择低位阶的股票 第二个 你要选择筹码稳定的股票 第三个条件 你再去选择成长的股票 那你不要先选择成长 下跌的像细晶元 像被动元件 这些都是成长的股票 那为什么让你套牢那么多 是因为你觉得成长股你就去买 你没有了解到什么 它是不是低位阶 那第二个 它筹码稳不稳定 那综合稳定的关键在哪里 融资跟外资 那大盘的部分 你要观察什么 因为大盘在这里 外资在卖 所以这里比较不稳定 对不对 但是个股不一样 你相反的 你选择外资 在低档布局的 然后融资再减了股票 那这样你就有机会 找到类似像 易华店这种股票 往上走 对不对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跟大家谈了 我们实际操作的例子 中刚购 这也是一个筹码稳定 往上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卖 这里买 这里操作 卖一趟对不对 现在拉回在景线附近 它是又形成一个买点 那同样的 易华店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这里也卖一趟 这里又买一趟对不对 它今天收平盘 今天大盘大热 那这种方向 像上的股票 第一个你要低档卡位 第二个你不要去做追加的动作 那如果你错过了像中刚购 其实这里 我们打算在这里做一个回补 如果错过了易华店这种股票 那事实上还有其他的股票 可以去做一个布局 像这个也是一样 足底的股票 足底的股票 对不对 量缩 然后筹码稳定 未来成长的股票 那这一类股票 你低档去卡位 你才有胜算 对不对 缓败为胜召集令 或者期货操作不顺利的 这个礼拜 很多投资人随便一赔 就是200多点 300多点 操作不顺利的 你把电话拨通 下礼拜我带你布局 我们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投顾 后康弄底家啦 即日请身装 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 运达投顾APP 货电02 22781 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您几个小配包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阵部消防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现场 那大盘在这个礼拜 跌了489点 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 我们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这是九月底的时候 台子期的部分 我这几个月一直跟大家谈 万一万一 就是一万一千点 这里的压力相当大 这个叫高档 这九月里露 这九月里辣 还是万一 这九月里辣 这个叫天花板 这十月车一 还是一样万一 这十月车一 十分钟K线掉下来了 然后呢 你要看到到昨天 它是往下跌 然后到今天 那我要跟大家谈什么 一万一千点在哪里 一万一千点在这里嘛 这是一万一嘛 那到昨天为止呢 剩下一万零七百嘛 这样相差多少 四百点嘛 今天盘中又跌两百多点 那你说这一周 如果你方向抓错了 或者你在这里去做多留仓的话 你这一赔 可能赔掉五百点嘛 那这个昨天 我是事先讲 偏空操作 我昨天这里画了很多圈圈 类类类 筹码乱了嘛 筹码全部乱掉了 那今天呢 它是往下一跌 这一跌跌多少 跌两百五十点 那这往下跌的过程当中 这里全部断头嘛 这里断头如果是昨天呢 或者前天呢 它至少赔了三百点以上嘛 把财产都输光了啊 那你如果昨天偏空操作 留空单 今天往下跌 你是随便补 都可以赚到两百多点 那下礼拜怎么操作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五分钟K线 这十分钟K线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今天往下跌 这个大量在这里 对不对 这里稍微拉近 这个大量 第一点是多少 10431嘛 高点是10600 那短线上你要去注意哦 现阶段我还是觉得 你要偏空操作 那如果你强反弹到这个地方 10600这些操作上呢 你要小心有压力 但是这个地方10431不能跌破 短线下礼拜先看这两个区间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法人的筹码 我们来看这一张 今天现货的部分呢 外资它一样是卖超 68亿 期货呢减少1500口 比昨天16000多嘛 也比星期二13000 等于是卖压有减少了 对不对 但是大盘呢连续跌 跌了201点 那这个地方 这个礼拜 我们讲最近来讲呢 现货它一样是卖超的 新台币呢 它一样是做一个贬值 所以这个地方你一样 你要注意标题 你一样要盯紧新台币 那外资下礼拜能不能翻多 那目前是都偏空的 期货的OI呢 现在剩下7700 这是最近这五年来的低点 然后减少了1500口 昨天减少了16000 所以卖压减轻 但还是在卖嘛 现货也还是在卖对不对 大盘跌 选择权的部分呢 我昨天怎么跟大家谈 我昨天说 选择权 不管是外资或自营商 它都在哪里 买进卖权 是比较大的部分嘛 我昨天跟大家谈 它有四个方向 大家记不记得这一张图 这是买进 这是卖出 买进卖权 这是偏空对不对 极端偏空 那不管是外资自营商 在这四个向线 这个地方部位是最大的 代表什么 代表外资法人自营商呢 在昨天 它是极度的偏空 在今天来讲呢 它还是偏空 所以下礼拜操作呢 我们会建议你 还是一样 宏高 骗空操作 但是呢 因为短线这个礼拜 已经跌了489点了 你操作上呢 如果套牢的 往下呢 不要去杀 但是反弹 你要做一个平仓的动作 那我们今天呢 往下回补 往上 我们会做宏高 骗空的操作 那最后剩一点时间 跟大家谈 每一天这些功课 你都要做了解筹码的多空 对不对 那今天的变数在哪里 晚上 道琼 拉斯塔 是涨或跌 那今天我刚刚讲的 外资 还有自营商 那另外前师大交易人 目前来讲呢 它也是偏空的 什么叫前师大交易人 这有前五大前师大交易人 对不对 都是偏空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呢 八道光股航库 这三天 它是大幅买进的 因为它护盘 但是八道光股航库呢 通常一涨上去呢 你会发现它一涨上去 它就偏在卖方了 所以宏高往上 你还是要偏空操作 那现阶段来讲呢 综合这里的筹码来讲 整体 它还是偏空的 那现阶段呢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跟大家提醒 你要记住 我昨天也讲过 这里中错的时候 很多人在这里 选择权做卖方 血本无归 现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我昨天提醒你 今天也提醒你 选择权散户 不要做卖方 做买方比较安全 我们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投资 后康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 运达投资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 运达投资APP 货电02 22781 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现场 那我们在这个阶段 再跟大家谈一下 国际股市 那现在这段台湾 因为个别的一些问题 台湾海峡的一些问题 大家都很清楚 那其实不关我们的事 但是事情就是发生了 而且法人在事前 他也布局了空单 所以我们操作上 我常常讲 你操作大盘 操作现货 你要了解期货 了解选择权 法人在布局什么 你闷着头 只看着现货在做 那事实上法人在期货 他在布空单 在选择权布空单 你完全不理会 结果大盘就突然中错了 那你也感到莫名其妙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道琼 道琼目前他还是多头的 看一下NASDAQ 他目前也是一样跌到了支撑区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今天晚上 他只要没有出现重挫 这里依然是支撑的 那汇城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呢 美国股市不能再重挫了 再看看日经指数 多头嘛 看一下韩国 韩国拉回 也是要到一个支撑区了 台湾呢 却是往下跌 连线也下弯 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是 上海上证指数 因为11黄金周结束了 下礼拜一开盘 我想应该是开低 重挫 那怎么跌 跌多少 这个都是必须观察的标的 那整个操作上呢 如果指数的部分 你还要看一些筹码 对不对 那个股的部分呢 我一直跟大家谈到 你要了解你手中持股 是在哪一个位置 它是在低档区足底的 还是跌到半三腰的 还是刚要往下跌的 你了解你手中的持股 你才有办法操作嘛 那现阶段 有一些足底的股票 你要去寻找什么 我说低位阶嘛 在低档区 不是在高档区 你今天为什么会 套牢严重套牢的被动元件 套牢的细晶元 套牢的记忆体 甚至套牢一些苹果概念股 因为你是高位阶去追 那往下你又舍不得卖 又不设停损 然后最近呢 有些已经融资断头了 那我希望呢 可以的话 忍一下 下礼拜有反弹 但是你要做一个 换股的动作 悬股条件第一个地位阶 绝对不要追价 我讲了一整年了 第二个你要看筹码 筹码在谁手上 我刚刚讲大盘 大盘外资在卖 融资在减少 对不对 今天融资一定减少很多 但是个股的部分呢 你选择法人在买方 他是做买方的 然后呢 融资在减少的 这个叫筹码稳定嘛 然后又是低位阶的 接下来第三个 你再看这一档股票 它是不是成长股 如果是的话 那就可以低档去做个切论 不是所有股票都在跌 听清楚 不是所有股票都在跌 至少我证明了嘛 易华电今天没有跌啊 它在这个位阶嘛 大盘从这个地方开始 对不对 我们借路一路讲 对不对 买进卖出 这里又买进做差价嘛 那今天呢 有没有跌 今天也没有跌嘛 中刚购 它也是往上走 那环球金之前在这个地方 250切入 它往上急涨 对不对 这个地方波段 获利卖出嘛 那最近又跌到这里了 我们前一天在哪里 我们前一天在这里 大概350左右呢 这里做一个减码 对不对 赚价差 我们下礼拜 找机会会把这里回补 中刚购也是一样 这在9月26号 这个地方36做价差 下去我们一样 找机会做回补 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操作的一个观念 不是所有股票都在跌 那期货的部分 你要看得懂筹码 那个股的部分 像这种主体的股票 趁跌的时候 危机 它就是机会嘛 危险跟机会 你怎么样去坏败为胜 你手中股票 套牢了该怎么处理 那手中有现金的 你要怎么去卡位 那另外期货的部分呢 这个礼拜跌了489点 随备你一赔 做错方向一赔就是500点 但是今天往下跌 你随便做空随便回补 都是200点 把握机会呢 你把电话多拨通 不管是期货或是个股 下礼拜 我带你卡位 谢谢大家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现在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投资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投资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民事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资 货电02-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